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勇士队绝对算得上是其中之一 他们不仅成功续约了夺冠攻陈杜兰特 保留了夺冠的核心阵容 还以一份联假合同签下了联盟第一中锋考心思 以勇士队目前的实力来看 他们已经彻底赢驾于其他29支球队之上 下个赛季不出意外 划他们将会完成三联关的目标 大湖人和火箭的级别操作 还是让勇士感受到了威胁 古人队在签下了联盟第一人张姆斯之后 已经跌身于联盟强队行列 火箭队上个赛季就曾把勇士逼到绝境 今年拿下安东尼之后实力已经变得更强 但从阵容的表面来看 没有球队比勇士队豪华 即便这样勇士队也不能掉以轻心 当年七十三生的失败就是最好的证明 前几日雅古体育著名记者Shamshirainer报道称 今年的落选秀马库斯德里克森和勇士签下了一份双向合同 近日勇士官方正式宣布了这一消息的准确性 马库斯在今年代表勇士出战的夏季联赛 整个比赛场却可以砍下13加5的数据 并且他拥有着非常稳定的三分能力 签下马库斯对于勇士替补席来说将会是一个很大的集成 勇士主教练科尔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对于勇士目前的阵容并不是非常的满意 也晚之一就是担心勇士下个赛季不能顺利夺冠 以科尔的能力来看 就算马库斯是一个落选秀 在他的手里也可能成为替补席的又一个杀招 勇士对今年补偿的脚步一直都没停止 这也是在向火箭和胡人冷墙队 宣告他们将没有任何的机会 那么各位认为火箭和胡人能威胁到勇士的地位吗